今次第一次,我是月巴,金城,做這個節目,叫叔叔的愛 原格來說,我和金城是兩代的,雖然現在老了之後,其實也沒有分不分 我是沒有那麼老的叔叔,我記得幾年前的時候,你找我 不如找一次我們開始錄一些東西,說一下大家喜歡的東西 結果去到這個港體戲,終於去到2020年,拖了很久了,最差的時候 最差的時候就開播了 終於正式我們一起去講一下戲,講一下漫畫,講一下月巴中的女人 或者其他馬路文化,今次我第一次講李芝達 一位很重要的殿堂級的香港漫畫家,出了一本漫畫 《閒宮事變》,其實是一本跟羅佛宮合作的一個項目 羅佛宮一直找不同地方的漫畫家合作,做一個漫畫項目 結果終於今年出了,你自己是,我知道我們大家和達哥都認識 現實中的認識,但在最初的時候,你是怎樣知道有這位漫畫家 最早在號外看他的漫畫,那時候是有雜誌連載兩頁 接著就看其他有香港漫畫大,接著會在信我看到他八開本 其實我第一本,我知道他第一本是《同門少年》 但《同門少年》我未有看,我第一看他是八開本 很多很瘋狂的畫面,很特別,跟我以往看香港漫畫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看《龍虎門》,《中華英雄》那些,那些都是好看的 但一看到李芝達的東西,發現完全是跟整個香港漫畫竟然有這個東西 接著就追他的黑俠,創短片,後來日本很喜歡的次巡 我不是看廣漫大,因為在我小學時,廣漫是不讓人看的 因為廣漫是暴力,打殺殺,很多血 那時候我就是看日本漫畫大,海豹那些 海豹那些,海豹那些也有看翻版的 去到四、五年級開始,見到有一同學看香港漫畫 就到來看看,覺得還不錯 那時候當然也有看《龍虎門》那些,一定要看 另外買了一本叫《小強漫畫集》 就是由《上空小強》出了一本漫畫 裡面全部都是短片作品 而他的作品特別在呢,就是他找到很多一些 當時在《玉郎》機構做助理 未有很多名氣 對,未有很多名氣,是助理 他們可能會投稿去畫一些短篇漫畫 整本漫畫就是輯錄短篇的東西 我就是五年級的時候第一次看到《梨子達》 就是在裡面見到有一個《梨子達》的漫畫 那時候我日後跟同學聊天 那時候會聊漫畫 當然不是聊漫畫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但又覺得那些公仔很有趣 然後又不知道為什麼會被解避呢 我就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知道了 他自知出了一本《同門少年的漫畫》 那時候我在牛頭角夏村 一間叫《漢牛書部社》 我想很多住在牛下的人都會認識 一間很高興 但又很大的東西 裡面很亂的 就買了一本《同門少年》 竟然在牛頭角夏村有《同門少年》買 是 後來就在純摩買回來 但夏村是士多還是什麼 那間是一間《書部攤》 就是《書部攤》 那外面有《書部攤》 裡面有一個舖位 裡面很亂 有很多《書部攤》 裡面我沒有看到 就是外面 因為這間店是很混亂的 就買了一本《同門少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好像是6元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當時我每天小學 每天的零用車是6元 就要包早餐、小飲飲汽水、搭車 當天我還要6元去買一本漫畫 我記得當時的薄裝本是3.5元 對 你當時不買一個貴價的東西 那本我還保持了 《同門少年》 其實當時我也是小學 五年級 我連青春期間是什麼都不太詳細 你還要我理解《黎智達》的漫畫 是很難的一件事 但很奇怪 又有吸引力 而剛好在那個時間 我看了一本無形雜誌 好像是門雜誌 剛好訪問了《黎智達》 好像有少許理解到一件事 例如做人或畫畫畫畫創作 寧願不通 也好過出來出來 好像貨大眾很平庸 這件事成為了我一個座右銘 但也有害過我 大哥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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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線、背景、人物的樣子都畫了 變成這個風格的強烈、很統一 他會做到 你說得很對 他的漫畫是很奇妙、很特別的吸引力 跟我們看開的那種 第一件事是精裝 我們會看到一個平裝買開的香港漫畫 突然出了一個這麼漂亮的 又這麼有設計味道的漫畫 裡面的故事、畫面 稍後可以說一下 帶我們去知道漫畫有一個電影感 他有長鏡頭、剪接、鏡位運用 我所知他自己很喜歡看電影 他用了很多電影記錶去放進去 真正說可以展示到電影語言 去學習如何看漫畫有電影語言 就是阿大哥的作品 好像黑俠一樣 我相信很多人 他算是一本最入屋的漫畫 但我早前訪問他 其實他很蠻地說得 他說的確有很多人 認識他是黑俠 因為黑俠簡單 他覺得黑俠簡單 即是一個超級英雄故事 當年我喜歡黑俠 一來喜歡他的畫面 黑俠其實他也是打鬥 但他的打鬥和我平時看的龍虎門 中文英雄都不同 中文英雄龍虎門 我也覺得好看 拳道路也好看 但在看黑俠的時候 我才會感覺到一種很奇怪 感覺到一種慢鏡頭 你看龍虎門不會有 龍虎門 我記得黃小虎一秒七腳 例如狂龍殺死火雲邪神 他純粹的畫面交代 有七個黃小虎 踢下陰 天靈怪 他有一種爆炸力 但他沒有一種所謂 隔與隔之間的感覺 黑俠很有這種感覺 是不知為何的 他令我認識到 漫畫預言是一回事 他會做到畫面 他會畫香港屋邨的感覺 他也可以 看《禪宮事變》 他畫很多華裔面 但他的感覺真的很愛國 很有歐美的感覺 是他才會做到 我不懂怎樣形容 他的畫面會有一種 迎著鳥的感覺 你會看著畫面 其實他沒有浪費到他的心機 他一直是很細微的 都去思考他的畫面 而只要你用心去看 他會吸引你看這麼久 和他的心機是成正比的 其實我本身也有畫漫畫 即所謂的畫漫畫 畫漫畫 其實是一種完全 找自己笨的東西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漫畫家 當年有很多助理 就可以找別人笨幫你畫 你用劍 找一個人幫你刁 把劍 封位找別人幫你畫 但阿達哥他就是這樣 除了有一個助理之外 很多時候就是自己一個 去畫漫畫 你看到畫面 其實是 我不想純粹用一種 所謂很勤力 很努力去形容他 但的確你看到他一份 他的心力 天才和 心力 加上是有才華的人 我會覺得其實 我有跟他講過 其實我是替他不值得的 真的替他 好 休息一下 回來再說 禅功事變 你看完有什麼感覺 首先是 看之前 都真的有人跟我說 都不太明白我 甚至乎很努力去找 禅功事變 Moon of the Moon 在哪裡 後來其實是找到的 其實有一天早起床 我睡得比較精神 即是星期六日 即是夠睡 即是叫做員工 不用特地上班 那個人給我夠精神 我用了大概40分鐘 真的比較有心機 我看了一次 所以我覺得 我完全明白 看到浪費 是怎樣 我們很久沒有看過 李智大哥的長片 的確是 他近年幫媒體 傳媒畫一些短片的東西 畫過這次的長片 才看到那個 磅礡 氣勢 整個東西 我都會覺得 他在訪問說過 他有很多電影畫面 在裡面 我覺得其實他正在畫 畫電影 是很世界性的 他畫出來 例如 當晚不是這樣 當晚畫了出來 郊野 外地的風景 我覺得他可以 由他個人畫到 去做到 在不同的場景表達到不同的氣氛 一個複製型故事 博士 他一向最堅持 就是 他永遠都不喜歡 或是很討好的主角 你看到主角 全部 好像我們 披頭散發 好落殼 之類的 整個故事 是 悲情 是悲劇 但是 我已經留意了他很久 他畫了很多故事 無論他中間的過程 多慘烈 他是有希望的 最後那個女主角 都會告訴別人 是 他生活得不錯 最後 是 有這個 希望 你看到 覺得怎樣 我自己 最初我買的時候 就是先買了一個法文版 我先看法文版 你看得懂嗎 我不明白 因為我不懂法文 我純粹看公仔 因為我看漫畫 真的是這樣 就算現在我看其他漫畫 也是這樣 我先買回來 看一次 整本 就不看字 只看公仔 因為我常常的漫畫 對比我的感覺 就是 公仔比字更重要 不然我看小說 不如這樣 這次回到成功事變 我看法文版 只看畫面 我有一種 真的 享受看畫面 的感覺 因為我很久已經看漫畫 再找不到這種感覺 已經是 我純粹看畫面 覺得 糟了 就好像看回一個 我很想看很久的 李志大 因為李志大 也有好一段時間 沒有再畫長篇漫畫 的確是長篇漫畫 才能展現到一些 它分鏡上很厲害的地方 例如你說 這兩格 你對比電影 其實是一個 外景 看著 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 電影感 如果其他 香港漫畫 它不會有這樣的處理 因為你用兩格 這樣 其實是很浪費的 他不如畫多五格 打 大家旁白 你覺得你值得看一點 就好 我就是覺得 不看字 只看 已經是一種 享受 可能不是多人 我意思是 無論以前 現在也是 相對現在 就不是 因為它已經 賣到幾百本 其實現在 我們知道 我們的資本刊物 賣到幾百本 一千幾百已經 幾厲害 相對現在它已經幾厲害 所以我就說 都有一班人 雖然 他覺得 大家的小眾 喜歡他 都是這麼有心機 跟他看這個畫 其實現在算是難得 我也想不到 有些 但他很開心 這次說 他一出的時候 連一個袋 最初是 精裝買 瞬間受慶 我很久沒聽過 有一些書 是可以瞬間受慶 平裝都很多人 搭我賣 大家對這個作品 很期待 是 你看完法文版 和中文版 你的感覺是怎樣 你兩個都看完 中文 因為那時 我訪問前 未出書的時候 我已經看了一個中文版 一個PDF 當時我真的基於工作 所以想了解一下 那時候 我的感覺是怎樣 我未是好 作為單純一個讀者 喜歡看漫媽的讀者 去享受的故事 這個可能我需要待之後 再看才行 但畫面我完全是 完全是 讚嘆 完全是 宇伯 除了成功事變之外 其他以往的作品 你自己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本 可以說一下 其實很多本各自都 其實這本我都有賣 不過有些是 可能放在隱密的地方 看不出來 他天妖記 我喜歡的 我覺得天妖記 他的畫面 他在天下 在馬榮城內出的 其實他那時候 在天下出的時候 他那些漫畫 其實設計 那些東西 是做得很好的 設定很厲害 偷視很誇張 畫面上天妖記 因為我是一個 喜歡看黑白漫畫 我喜歡看黑漫畫 這本在黑白上 是做得很好的 達哥畫的 打網是自成一家 跟香港其他漫畫畫的 因為香港漫畫 要不就像日本漫畫一樣 用網子 要不就用一種 撇線 但他那種不同 因為我那時候是 學素描的時候 出學素描 現在很多香港漫畫家 用的那種撇線 其實應該是 源自那時候 山月畫室 網山月畫室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 很想做漫畫家 所以我只有 慕名去山月畫室 學畫畫 他們掃描的那種方式 就是排線 在那時候 香港漫畫很多時候 就是用這種方式 去排線 但那種是另一種 打網 我也有學過他 如何打網 另外就是 眼鏡牆 眼鏡牆 我也很喜歡 因為這個封面 是高橋尤美子 90年代的一個日本 愛道 達國是很喜歡的 其實我那時候 我也很喜歡 高橋尤美子 但現在高橋尤美子的樣子 很勇 最後 我覺得有時候重視 設計就是 黑白漫畫 但它裏面 有一個綠色的地 整本 但一個特別的 就是給我一個感覺 它一直很重視 因為我經常說 香港漫畫有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很多漫畫 他們畫的公仔 不是說不漂亮 不是說不精細 你把刁把劍都可以刁得很精細 但在包裝和設計上 香港漫畫 在美學上是很差的 你看現在很多 那些浮黑版的 那些出漫畫 很離譜 好像 我不是不想給你賺錢 但我真的 有沒有搞錯 大哥 出了這麼厲害的漫畫 我這個本場 最近買了刀劍少 它原本將以前 一個好像是A4島 一旦縮下來 那些字 小到 因為大家 跟得到這麼多漫畫的人 大家都知道 大家年紀得這麼多 已經有老花 很厲害 我真的看得很辛苦 每天都 儘管我的故事好看 我也覺得好看 但是 那樣東西 沒有眷顧 你所說 設計的美感 是差一點的 你不要看 李治賴好像平時 不聲不聲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貪美 他現在電了個髮 穿衣服 買了這把人 限量版 很貴 你那一對 千生 炒三四千元 是你們才會買的 還有 他說回達國以前 短篇 他除了長篇 是很好看的 也都很短篇 以前 和風格很多 很多樣化 空降三叉擊 裡面 有個飛人阿九 其實當時 我覺得他少見 他畫一個 很帥仔 很整潔的 一個男子的主角 他一個專門 很喜歡跑 一跑 就跑到世界級冠軍 但是又遇到 很多社會悲情的事 這個是他 那個畫面速度感 是挺過癮的 他永遠是 喜歡一本書 夾集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你會看到 他的心理分野 是很廣闊的 還有 有很多人 經常說達國的東西 很難明白 因為 香港人很喜歡用標籤 去標籤任何東西 但其實 我看過他的短篇漫畫 其實我感覺到很簡單 清新進名 甚至可以形容為 例如 有一個我很記得 當年在壽星仔連載 一個兩頁圓的漫畫 小圓漫畫集片 還是壽星仔 壽星仔 就是講一個漫畫助理 經常去一間二樓書店 賣日本書 那裡光顧 就是因為他很喜歡 壽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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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很喜歡畫 這女生的面豬 很有肉 因為他很喜歡畫 可能從他一些喜好 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 就是講男生的心理 如何喜歡女生 又想開聲 然後他就交代了什麼 平時他有些 例如想佔一些鹹書 他也不會在那裡佔 因為怕女生知道 他會看鹹書 最後他終於約到一個女生 即是出街 故事很簡單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 但是我覺得 其實八個是可以畫到一些 其實是寫得很簡單 是啊 不過只不過去到某些 他覺得什麼 就是我喜歡 用一個 不是正常的 一個說故事方式 去講故事 對 對 跟別人有不同 所以就是這樣 可能在香港 那個讀者 從來沒有試過 很好 但是去到外國 日本人 其實全部都很尊崇他 我沒有記錯 那次尖端老闆 我忘記了是誰 誰知名字 還是誰 黃鎮龍的誰 他已經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如果香港 養不到李子達 就是香港的恥肉 希望他接下來 有錢一點